今天想拍一個試食片 就是這個懶人火鍋 是麻辣的 因為我看了很多香港的Youtuber 也有拍到這個 我其實是很期待 很想試這個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 不用用爐 用火 也可以打到哪裡吃到火鍋 所以我在ebay那裡 買了 比較貴 可能是因為在美國的買家 因為已經有現貨 終於收到了 而且還記得很快 大約兩天左右 就已經寄到來了 在紐約寄過來了 而且我剛才才看到 這個寫著2017年8月13日 我不肯定是製造日期 還是已經過了期 不過我相信應該不會過期的 這邊應該不會賣過期的東西 而且那個賣家也買了一些食物 所以應該不是過期的 好 我剛剛看了說明書 然後我有杯水準備好了 這個就是 這個包 因為我上網也有看過其他Youtuber的影片 所以也有印象是怎樣的 我先開開再講解 可能會清楚一點 很期待 對 而且我最期待的就是吃他的腸仔 和鵪鶉蛋 其實這兩樣東西我也是最喜歡吃的 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好吃辣的 吃一點點 所以我應該不放完整包的麻辣醬 那些我不會 我怕浪費了也吃不到 然後就是這樣 它的膠也挺 挺淘寶 真的 然後還有 它是叫做巴什麼 巴什麼懶人 這個是牌子 可能這個比較清楚 是四川的 因為四川很麻辣的火鍋 那些也很出名的 然後這裡有食用方法 剛剛才看到 好 開了這個 哇 它有筷子供應 然後 也是跟剛才這一邊說的說明方法一樣 這裡是小一點的字 還有這個 蔬菜包 這個是 對 這麼有趣 然後 鵪鶉蛋 就是這個 我晚中期待的鵪鶉蛋 但原來它叫什麼 菜 菜料 鹹蛋 那樣 我還以為它是鵪鶉蛋 我也不知道 這條小腸 原來是牛肉的 其實我不是太常吃牛肉的 但也OK的 還沒去到芥 之後就有這個 這個芝麻油 這個也 其實平常吃味道的話 我就不加這些 但也試一下 也不是經常吃這些 好了 這個就是辣的包 哇 好恐怖 你看 很密集恐懼症 我不敢看 但是應該很辣的 我先遮住 這個是我會放少一點的 不會放太多 因為吃不到辣 好了 就是這麼多 然後這裡有個 哇 真的 膠真的 很淘寶 好 對 穩不穩 不過應該可以的 我猜 你近看 膠的質素 真的一般 然後就是這個麵 這個麵 就是 我以為這個是川粉包 是一條條很幼的麵 我也很喜歡吃飯 麵 的東西 好 這個就是 發熱的暖包 叫做什麼 發熱包 就在這裡 好 現在我放這個下去 首先把所有食物都倒進去 然後最後才放水 還有湯包 這個太小 其實我打算在辦廳那裡 那裡拍的太暖 所以就好 這張小桌 在這裡拍 我猜應該沒有分先後 真的就是 我有點黏黏黏的 真的 然後我放在這裡 看看書名書有沒有分次序 喔 原來是有分次序的 應該放了這個 這個辣的包 不過應該都OK 它都混了一個 就是果我來的 所以就 我先放這個 之後就是 這個粉 然後就是蔬菜包 之後就是鵪鶉蛋 還有這個 小腸 不過我照樣 好噁心 真的好噁心 真的不要說笑 我先放這些 真的好噁心 我裡面也好一點 哇 真的好大股 那些 真的辣的包的味 好像真的去火鍋 就是外面在街上會聞到的 真的好噁心 真的好噁心 不知道你們拍不拍到我的鏡頭 因為我教我的鏡頭 因為這張茶餅比較矮一點 都幾 硬 我放多少包呢 我放 我放 我放半包 我真的怕我吃不到 所以又浪費 半包是不是都很多 好笑 再放半包 加一點水 還有我會用熱水的 它就說明說可以用冷水 我覺得應該 好噁心 加熱水 我就放了半包 這裡是剩下的 如果真的不夠味 可能到時再加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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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加這個蔬菜包 你看裡面 對 有木耳 有豆 有菇 那些 其實都很香 它的專員現在很興奮 它聞到有東西吃 但不是你吃的 哇 哦 有些 哦 薯仔 咦 對 等一下 好了 這個放完 然後就是這包麻油 我平時就不放的 不過今次就 打點霧 就放了它 因為都比較肥 嘩 嘩 我怕倒捨 嘩 好肥啊 其實都很香 好放在這裡 麻油味都很香 就是暫時現在這樣 最後兩個東西要放 就是 鵪鶉蛋 嘩 嘩 有水的 嘩 我覺得兩顆 三顆有三顆的鵪鶉蛋 還有這條腸 怎麼放的呢 可能我要剪刀 這個 我回來拿了剪刀 就在這裡剪一剪 哈哈 真的很像 橙色那些 但是 這衣服 正熟的呢 聞不到 但是有點臭臭的 好 完成 所有調味料 所有菜都放進去 現在先開一開這個 但我不會放進去 就是get ready 然後我就要走去那邊 放熱水 我回來了 剛才加了熱水 我其實也加了很多 就是過了那個 那個線 因為始終都很辣 然後 好 這個呢 我剛才聽到陳明書 他說他加水 加到那個線 那裡 是不是 對 我不肯定是否這條線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少 因為他沒有其他線 我就當成 對 是這條線 然後我的狗狗 放在籠裡 因為始終這張桌子很小 然後有熱水 那些東西 所以怕他們會弄傷 那些 很緊張 我拿了整杯算了 不知道夠不夠呢 哎呀 好害怕 我要快點 怎樣呢 怎樣呢 有點滿 有聲音 好 好 好恐怖 好恐怖 先收回去 糟了 糟了 好恐怖 好恐怖 好危險 其實 對 真的很危險 不過你看到嗎 好恐怖 幸好沒有辣到 可能還在滾 好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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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等15分鐘之後 就可以吃了 冷漿燙了 然後呢 有點熱 因為剛才我不是坐在那裡 然後還在滾 哇 有點熱 因為剛才我不是坐在那裡 有點熱 而且我拿了 剩下的半包 可能如果我想吃辣一點的話 我怕會倒吃 讓我把腳在這邊 因為正在穿裙 然後我剛才弄寫了 因為它有個洞在上面 哇 洞是發出一些熱氣 哇 如果小朋友試吃這個的話 真的要小心點 帶朋友也是 因為 真的幾 有點危險 對 可能我的桌子比較小 哇 好熱啊 有些蒸氣 小心點 小心點 有些熱 看看 不知道熟味呢 小腸好像 也是一樣樣 好像沒什麼改變 我等我弄回 正點這個 但現在還在滾 不肯定是 那些東西熟味 但看起來好像 對 可能已經半身熟了 看起來跟剛才 其實放上去好像差不多 這樣 不知道我剛才可能調軟了一次 最關不關事 希望沒有關事 然後就... 現在就看看麵 應該麵會明顯一點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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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半包 哇 好辣啊 好辣啊 為什麼這麼辣 我明明下多了水 還有下了半包 真的很辣 但辣起來好像 OK 挺好吃 但我沒想到原來是這麼辣 應該熟了 但看起來就不像熟了 等我浸一下浸杯水 我沒遇到這麼辣 最近我也吃辣了 比以前 吃辣了一點點 但也吃不到超級辣的 然後我最想吃的鵪鶉蛋 腸子燈再煮一下 因為腸子的顏色 跟剛才放進去一樣 不過我猜他們應該全部都熟 我的鵪鶉蛋 對 我不知道飛去的邊 我有三顆鵪鶉蛋 不過可能我先吃其他東西 我還想多吃一條麵 因為我其實現在是很餓的 然後我很喜歡吃澱粉質的東西 好辣 但麵質感不錯 對方有點像粗的粉絲 好辣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吃不吃到 這個 是在喉嚨釘的 我建議大家如果不能吃辣的話 好像我這樣 半包也不行 可能放再少一點 超少的 這個包其實我可以留 可能自己煮 通粉 放少許都可以 但真的很辣 好 我現在 繼續尋找我的鵪鶉蛋 我真的很想吃那塊鵪鶉蛋 不見了 為什麼 真的不見了 好 先吃這個 這一塊應該是在蔬菜包裡面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先試試 很爽 不是軟 流汗了 是拿紙巾 對 不知道是什麼 這塊應該是薯仔 因為這塊是大塊一點的 真的不同質感 這個 薯仔還不錯 因為我喜歡吃一點 澱粉質的東西 所以薯條 麵 飯 那些我都很喜歡吃的 這個薯仔也不錯 其實也吃得出來是薯仔 好熱 然後這個 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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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辣到手都不買 這個是應該是一條蔬菜 一條這樣 好熱 好熱 我以為是酸的 不是酸的 黑木耳 對 黑木耳 不是金箍 這個是這樣的 好熱 滴水一會兒 嗯 OK 有點爽爽的 嗯 然後這個 這個是豆腐 丟了包裝紙 其實可以看看 它是什麼 這個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好像是 豆腐那些 真的不知道 但應該沒有那麼硬 對嗎 而且 旁邊這裡會噴一些熱氣出來 有些洞 散熱 所以也要小心一點 如果真的吃這個的朋友 這個質感很奇怪 可能我要一塊吃 但很辣 很辣 好辣 好辣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好 你們看看我先 拿紙巾 好熱 我辣到 剛剛打了兩個核次 拿紙巾的時候 鼻涕現在都漏了 真的不能吃的朋友 就再加少一點 好 現在看起來 腸子 好像比剛才的顏色 沒有那麼 生的顏色 讓我再浸下一點 又是時間 尋找一下鵪鶉蛋了 真的不知道去了哪裡 難道這個 應該不會的 它有黃色的 好 真的找不到 好 現在吃這個 應該是一些 其實我不太記得這個叫什麼名字 類似薯仔的朋友 試吃這個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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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臉 出汗了 其實 好辣 這個是牛肉腸 但OK 就是 當它是 一樣東西 吃 吃不出 是 是腸子 平時真的橙色的 更好吃 很穩定 很穩定 先吃奶 很香蛋 原來在這裡 好熱 好辣 好辣 我應該買奶 我沒有遇到我已經 說定說已經下半包 也這麼辣 如果拿完整包的話 應該辣死了 帶到幾滴味 辣得來真的很上癮 真的很想再吃下去 現在的聲音開始少了 但這個孔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熱氣 從這個孔出來 可能 因為它會有點熱 可能會打斜 我找到鵪鶉蛋 終於 它終於浮面了 我試試這個 期待了很久的 腸仔和鵪鶉蛋 腸仔很一般 反而是 薯仔不錯 還有它的粉 現在輪到這個 好 可不可以一口吃了它 會不會辣死我 好一口吃了它 好熱 而且很辣 鵪鶉蛋好吃 喜歡吃 好吃 真的好吃 我先尋找另外兩顆 好吃 鵪鶉蛋 真的不錯 鵪鶉蛋 找到了 找到了 躲在一角 在這裡 另一隻 不敢太低 好吃 可能我先放冷一點來吃 其實我應該 用一個碟 可能我用這個 有一個洞 但是這個碟 好吃 這個鵪鶉蛋 很滿意 這個鵪鶉蛋 真的不是黑心的 是黃心的 好吃 現在來一個總結 然後我試完裡面 所有的菜 還有麵 然後得出來的結果 就是鵪鶉蛋 好吃 而且它的麵 也非常好吃 真的有點像粗了的粉絲 然後它的腸 我對它這條腸 的期望很大 但是 一般 而它的薯仔 這個 也很好吃 比我想像中好吃 而且我吃得出 這個是薯仔 然後這個 類似 對 薯仔的朋友 是普通 其實我一向都一般喜歡吃 薯仔的朋友 而我一向都沒有特別喜歡吃 所以也是普通 看看我講齊了什麼 還有一個 是一坨東西的那個 應該是這個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 如果知道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個 吃出來的口感是很爽口 但是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但也OK的 而且它有些菜 那些 對 不知道在哪裡 都普普通通 這樣 這個奶油火鍋 總括來說 其實也挺好吃的 如果吃得辣的朋友 或者其實可以不用加那麼多 因為它的辣味也很好吃 而且我 完成了這條影片之後 其實大部份裡面的東西 我也是喜歡吃的 所以 過關 這個奶油火鍋 但是比較危險一點點 而且我突然想起 不一定要用他們這些菜 如果有這個 發熱包 還有這個膠盒 其實是不是你煮什麼都可以呢 其實 你可以用自己 喜歡吃的火鍋配料 但是可能要先煮 因為他們應該是熟了 才放進袋裡 好了 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我期待已久這個麵 真的不錯 沒有令我失望的 除了那條腸子之外 如果你們有試過這個懶人火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想知道你們覺得 好不好吃 那些 覺得那些味如何 或者哪一個 是你最喜歡吃的配料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LIKE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好了 拜拜